大家午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昨天我到台南去 在下午的時候剛好到我一位同學的家裡面 7樓在台南市看到 這個景觀很像 蓋上了一層霧一樣 茫茫然的感覺 事實上這個是空氣汙染 因為我馬上看當地的PM2.5 大概是70左右 70來說的話 以前的這個標準 PM2.5標準大概相接近於這個紙報了 請大家多留意 關心自己的空氣品質 像這樣的情況下 就不適合做一些戶外的活動 運動外出的時候就建議戴口罩 陰沉沉的 我們希望大家都有藍天 當然境外跟境內都有貢獻 這個我們大家都要一起努力 才能夠做得好 回路頭來看 今天好冷 今天是今年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天 清晨的溫度12、13度 這個基本上跌得還蠻低的 現在來說的話還是有些水溪的上空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慢慢在減弱當中 北邊呢是有點 這種空氣 比較乾的空氣會開始下來 所以我們看一下預計呢 未來的這個天氣來說的話大致上 冷高壓 北方冷空氣在周末禮拜天會減弱 但是禮拜天呢下半天到禮拜一 又有一波又會再進來 不過這波很短暫 這個進來呢其實是大致上回溫 等於是稍微降一點點但是不會很多 禮拜天回溫然後禮拜一又稍降 但是接下來呢 預計下禮拜有一個叫高壓回流會明顯東移 相對的穩定 那要注意的就是在下週末 可能還有一波又會在南下 下週末 那這一波呢 威力呢也可能會跟這一波很近 強度還有在觀察 所以請大家留意了 現在來看的話到12月中下旬 事實上北方的冷高壓還是蠻活躍的 台灣在這個整個的邊緣 然後所以要影響來說的話 要稍微注意一下 等於是說 有時候不留意這個冷空氣就直接衝下來了 也是要留意一下 你看這個上海呢 未來呢 跌到各位數字的溫度 台灣真的是差那麼一點點 就差蠻多的 未來的下禮拜 各位有沒有看到 17到20度啦 然後在這個高一點 緯度高一點 你看首爾或北京 基本上是零下的溫度了 真的請大家注意一下 最近呢等於是寒冬廖 這個基本上有一點冷的 冷的感覺 在北方的地方 台灣來說的話 南北的溫差是蠻大的 各位注意到下禮拜天 可能又有一波降溫 下禮拜的溫度呢 大概是明顯 我們看一下溫度就知道 第一個是雨量啦 北部增天 濕冷的感覺 特別明顯 明天的水氣會稍微減少一點 中南部相對的雨量比較少 禮拜一會減少一點 不過禮拜二禮拜三呢 有一點改吹 東北偏東風 可能有一些雨水氣 要稍微注意一下 東北部還是迎風面偶正雨 那今天晚上呢 各地要注意一下 這個 空氣品質南部啦 北部來說的話 也要流防境外的一些影響 那大致上呢 最近都容易有一些境外的移入 不過境外跟境內都有貢獻啦 不能都只怪境外 那另外呢 這個溫度呢 今天晚上還是相對的蠻低的 不過比昨天來說的話 好一些些 明天白天呢 北部會稍微回溫 不過是14到20度 中南部呢是14到24度 等於是大概差了一些些 請大家注意一下 北部還是比較陰沉 南部還是要留意空氣品質 那未來這幾天呢 大致上呢 溫度大致上慢慢回溫 然後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會有一點小波動 但是基本上是 慢慢慢慢回溫的幅度 回溫的幅度沒有很大 這在北部的區域 那另外呢 南部來說的話 大致上 相對的都蠻穩定的 17到245度 早上的時候還是有一點涼液 請南部的朋友留意一下 南部來說的話不容易下雨的 空氣品質也要注意一下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週日呢稍微緩回溫 水氣比較減少一點點 下週一略微降溫 週三四稍微回溫 下週末還是要留意再降溫 那中南部呢 最近期還是要留意一下 空氣品質 因為這種環境之下 大氣很穩定 空氣品質真的很容易變差 本地的污染可能影響的 比較重一些些 後面 primarily 廄裏 六ож為